2018泰豐杯勒勒棒球国际锦标赛 台湾和泰国总共13个团体 组成20支队伍参加比赛 角逐公开组 少年组和美女组冠军 去年大概有450位来参加 今年已经高达500位 而且队伍增加到20队 我想这个都表示说 我们过去几年的努力 受到大家的肯定 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棒球 从国球之一乐乐棒球 由泰豐杯开始来让泰国的学校 还有联谊会或是什么 都可以来推广给他们 今年瑞芳国小包办少年组和美女组冠军 公开组则由吞舞李台商联谊会夺冠 台北市新一国小精英队 虽然角逐公开组冠军失利 却也留下美好回忆 我们有一群很疯狂的家长 这些妈妈都很疯狂 听到有这样一个消息 然后就马上去报名 这些孩子也都是非常兴奋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参加 这么盛大的一个比赛 乐乐棒球赛今年迈入第七年 参赛队伍从台商联谊会 逐渐扩大到泰国台湾的小食 和棒球俱乐部参加 主办单位期盼未来吸引更多队伍参赛 规模更大